贵妃战第27集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请安 玉鬼人 大白天的你 在我宫外的墙根底下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身为宫中嫔妃 这也太不成个体统了 回娘娘的话 臣妾没有鬼鬼祟祟 臣妾正在抓家巧呢 干这种事当然要悄悄默默的 您见过敲锣打鼓的去抓鸟吗 哈哈哈哈 大胆玉鬼人 连本宫养的家巧你都敢抓 宫女的嬷嬷是怎么教你规矩的 娘娘您宫里养了那么多只家巧 即便是臣妾抓几只来吃算什么啊 瞧皇上赏赐给我的烟武 就一只还让我烤了吃了 就连皇上都说烤得好 烤得妙 烟武的味道呱呱酱 娘娘您也太小气了 哼哼 玉鬼人 别以为仗着皇上的宠爱 就可以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来人啊 皇贵妃驾到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刚巧臣妾打您的宫门口路过 隐约听着里面吵吵闹闹的 怕皇后您有什么不测 就赶着进来瞧瞧 原来是您在和玉鬼人说笑呢 一时情急 忘了通传 娘娘莫要怪罪啊 皇贵妃你来得正好 玉鬼人目无皇后 以下饭上 妹妹你协理六宫事务 不知该怎么处置玉鬼人啊 皇后娘娘息怒 玉鬼人年纪尚小 不懂规矩 慢慢调教便是了 皇后名大雄有大量 何必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皇后娘娘请粘花 那就有劳玉鬼人给本宫粘花吧 玉鬼人给皇后娘娘粘花 是个宫妃嫔的本分 以此彰显对皇后娘娘的尊重 不可推迟 娘娘多吩咐了 还不快去 好好好 好好好 玉鬼人好端端的你笑什么 娘娘 臣妾只是笑这花的颜色 粉色娇嫩 您如今都几岁了 就连我娘都不敢带这种颜色的花了 若是带了这花 您出门就不怕被笑话吗 哈哈哈哈 玉鬼人 皇后贵为六宫之主 不可失了礼服 赶紧给皇后娘娘赔个不是 臣妾说的都是真心话 娘娘若是不爱听 那臣妾以后不说便是了 只是这宫里连个真话都不让说 没意思 好没意思啊 皇后娘娘您消消气 来 就让臣妾给您沾花吧 粪便娇娇玉鬼人 哎哟 皇后带上这粉色的花 粪间就年轻了好几岁呢 果然是庄家一枝花 全靠粪当家啊 跟二位娘娘聊天真是乏味 还是跟皇上在一起好玩 昨天在御花园跟皇上玩 我红了他一脸的泥巴 他都不生气 哼哼 可跟你们在一起 动不动就挑臣妾的错 真真是无趣至极 臣妾告退 哼哼 玉鬼人 您 您 皇后娘娘 为这点小事生气不值当 由来只听新人笑 哪里若闻众人哭啊 我看啊 您就看开一点吧 要不然这日子可怎么熬啊 哈哈哈哈 臣妾告退 位 词